那你平常 大家对你认知的标签都有哪些 也是大家认为 你身上比较出色的特质 时尚 然后还有就是反应比较快 你说到时尚 作为一个时尚博主 我觉得你今天的这个 应该更精心地 像你的照片一样 那样出现在台上 单说你的裤子跟鞋 我就觉得 不如无上的裤子跟鞋 搭配起来更时尚一点 我们想科普一下 什么是时尚 好的 我觉得 每个人对于时尚的理念不同 我觉得时尚重要的一点 就是让你整个人更有自信 你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 最时尚的人 然后你穿一套衣服 你能够带露自己的角色感 比如说我今天这身穿搭 我就感觉我自己 非常的古老师 然后我觉得 在今天这个场合 因为是非你莫属 又需要一点正式的同时 然后又带一点点的时尚感 就足够了 不能够太花里胡哨的 那你可不可以 就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 给我一点建议 我觉得您这个 首先牛仔裤可能需要换一下 换成什么样了呢 换一个这种就是 看一下腿型比较适合那种 就是西裤吹之类的 你觉得韩依的这个 今天这身穿搭 有什么缺点吗 有点 有点老可能 不 有点成熟稳重 不 刚刚那段黑茶的 你刚才说的这缺点 是他人还是衣着 衣着 人还是很年轻 那你再看一眼吴胜 吴胜站起来 胜哥这个裤子 坐下的时候 裤腿在这儿 然后等他站起来的时候 裤腿在那儿 我一直说他是打鱼的 对 吴胜其实昨天想 露一露他的腿毛 首先我觉得 这位老师的皮带 可能不需要用 这么大的标准 因为有的时候 可能太大的标准 会显得自己 虽然是很有这个财富吧 不是攻击领啊 就是觉得 比较有自己的一个内涵 更有气质一点 就很土你现在这样 然后衬衫的话 也不用这么紧绷 因为这么紧绷的话 会感觉可能有一点点 小肚子 就身材不好 非要穿紧身衬衫 刚才啊 朱涛问他以后 你们有没有意识到 这对于他刚才评价 主持人所具备的特质 对他进行了一次临场的考核 他的应变能力 还是蛮不错的 十分的话 我可以给他打到七分 但是那三分缺失在哪儿呢 也是接下来我要提醒你的 你在用词和表达上 还缺乏一些委婉 我建议你都不要 把老这个词说出来 你可以这样表述 就是韩依先生 来到非你莫属 代表的是一个企业 企业家的风范 就是沉稳而成熟 所以在沉稳当中 我希望你更透出 你自己的一份生机和活力 所以说我觉得 你需要有一点跳跃 就是你 大老师 大老师你把电视台 专业主持人的风格 做了一个特别好的示范 你不证明他不适合当主持人 你就证明了 你不适合当时尚主持人 其实时尚圈里面 他是有很多 有冒犯的东西的 然后会很尖锐的东西 因为他整个时尚潮流 宣传的就是个性 然后他要表达的个性 你说的是时尚圈 但是我想说 如果你真的是主持人 在舞台上 你并不知道 你面对的每一个嘉宾 他的底线和接受程度在哪里 你一定要把底线 放得比别人还要高 就你不能先冒犯别人 他确实做主持人 一人性要差一些 但是能看出来 他作为专业的博主 他的专业性是有的 你今天来非你莫属 你想找一份 什么样的工作 其实还是跟时尚了 不管是时尚博主 还是说是时尚主持人 这个你的一人性 再一次表现出了不足 时尚的门类很广泛 它所包含的范围也很广泛 具体落到一个岗位上 时尚博主 时尚主持人 你今天来到这有异象企业吗 谁要 会念那个英文 我 是吗 朝课文化 你是要来做主理人是不是 没有 主理人不是您吗 你期望的薪酬是多少 两W吧 全国都可以 就是我觉得你现在做的 已经蛮成功的了 你确定你到朝课以后 它能够让你更加的 更上一层楼吗 事实吧 不是是怎么知道的 就是我觉得一个人 他的力量是有限的 就是大家在一起做的话 力量会有限 你是认真的吗 你知道我是干吗的吗 我看了基本上就是 潮流的推广 他们的一些业务 我首先不可能有主持人岗位 我们确实有 自己在做自己的潮牌 但是我需要的 不是你帮我搭潮牌 是你帮我设计潮牌 我需要你会画 然后你会出稿 我们是要做自己的东西 不是去帮别人品牌去做 其实春辉就是 你给人感觉从穿着到沟通语系 有点过于随意 因为既然是求职 可能它跟咱们在主持节目有差别 它应该更多的是把你的目标 把你对这个行业的理解 以及你的求职方向 你让大家清楚地澄清你的思路 这样就有助于你顺利往下推进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 在这个时代 就是一个多元化的通显个性的时代 它这种个性反而会博得很多粉丝的喜欢 就是有时候 就现在的很多年轻人 就是那种Rapper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表面上 我把所有的语言都说得那么很不在乎 这个你懂什么年轻人 你这个老头子 社长老师给他一进井 拍拍他那个袜子 那鞋 就这个你还聊时尚 还年轻人 你什么你不懂你别说 还不慌你会不会在工作当中 会接触到一些这样的年轻人 有天赋 有一定的能力 然后有热情 但是可能对于他想做的那个东西 还是没太搞清楚 我实话说 我不喜欢你 因为我会觉得 我们任何一个人 不管是不是求职的 是职场人士还是老板 我都认为是内在和外化的统一的 但是在你身上 我感觉到的是 内在不足 沉淀不够 但是在外化上 非常金光散散 我觉得时尚是态度 我觉得他的态度 还挺鲜明的 然后不喜欢他 就证明他的态度 其实是非常鲜明 我觉得时尚来说 就是尊重每一位说话的权利 你可以不喜欢我 你也可以喜欢我 也欢迎大家 但是你没有详细 去了解完一个人之后 你不可以对他 做出轻易的评断 那如果说你是根据一个人的 仅从履历上 或者说是从他的一个学识上 去感受的话 而且学历并不等于 他并没有什么文化和基点 因为我觉得时尚本身 有大众文化 有小众文化 有大时尚小至尚 时尚不是每个人理解的 对和错 就是我喜欢什么样的时尚 它就是时尚 你一个人喜欢的 就属于你个人的时尚 我们一群人喜欢 是我们一群人的时尚 时尚哪有说分年龄 时尚哪有说分对错 没有这些道理 是吧